小朋友好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 国语练习部第16回巨人山 第一部分写国字或注音 证明旅人因饥饿 无力地靠在墙角昏睡 旅人就是旅客 他因为饥饿 所以就倒在墙角 饥饿的饿写注音 写饿然后四声饿 无力地靠在墙角 墙壁的墙 城墙的墙 然后写这个墙的时候 注意他左边不是片 你左边不要写成卡片的片 他跟卡片的片 方向刚好颠倒 所以你要注意 左边要写对 他靠在墙角昏睡 隔天当他睁开眼 居然看见饭菜 然后睁开眼的睁 知恩睁 请你写上注音 他开心地欢呼 口部的呼 呼吸的呼 然后尖叫 尖叫的尖 一个小再一个大 然后写的时候也要注意 这个小 下面这里不用打勾 这里不用打勾 小跟大就变成尖 批散着头 拔 上面一个很像长 但是比长少一点 然后加三撇 头法的法 然后低头狂痴 疯狂的狂 狂风暴雨的狂 狂犬病的狂 一个犬布 再加一个王 狂 直到一大桶犯见底 木桶的桶是木布 因为古代的桶子是木布 木头做的 直到一大桶犯见底 到底的底 到底这个怪物是哪里来的 那个到底的底 才终于吃饱 终就是密布 再加上冬天的冬 终于吃饱 不过 他猜不到 猜想不到 食物是谁送的 食物 那我们上半部完成 接下来写下半部 圈出正确的国字或注音 他不想让事情出差错 吃啊差 好 差错的差是哪一个 上面吃啊差 马上圈起来 于是 起码赶了几百公里的路 赶 是赶快的赶 赶路的赶 是赶快的赶 因为他左边有个走 走就是 赶着要走过去 要做什么事 赶了几百公里路 白 这个白哦 一百两百的白 如果少那一横就变成白色的白了 途中啊 因为劳累累积太多压力而晕倒 劳累的累疲倦的时候念累 勒累累 所以我们把勒累累圈起来哦 然后累积太多压力而晕倒 累积的累 勒累累三升累 所以请你把他圈起来 勒累累三升累哦 累积太多压力而晕倒 得凹 然后三升倒 得凹倒哦 部下将失去力量的他 浮到树下休息 量勒一按量四升量 这个圈起来 才发现啊 他感冒发烧了 感冒的感是这一个哦 感动的感 感觉的感 感情的感 来再来第三题 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巨人山是指什么呢 巨人山就是那个巨人长得很像山 所以我们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做巨人山 那答案就是一 那练习步三十二页就完成了哦 由 �ULL 想